乡下人家 长长的藤 绿绿的叶 青红的瓜 碧绿的藤和叶 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 比那高楼门前 蹲着一对石狮子 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 可爱多了 有些人家 还在门前的场地上 种几株花 勺药 凤仙 机关华 大力菊 他们依着石令 顺序开放 朴素中 带着几分华丽 显出一派 独特的农家风光 还有些人家 在屋后 种几十只竹 绿的叶 青的干 投下一片浓浓的绿荫 几场春雨过后 到那里走走 你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 陈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 鸡 乡下人家赵丽总要养几只的 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 你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 率领一群小鸡 在竹林中觅食 或是瞧见 耸着尾巴的熊鸡 在场地上 大踏步的走来走去 他们的屋后 倘若有一条小河 那么在石桥旁边 在绿树荫下 你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 不时的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 即使附近的石头上 有妇女在捣衣 他们也从不吃惊 若是在夏天的傍晚 出去散步 你常常会瞧见 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 他们把桌椅饭菜 搬到门前 天高地阔地吃起来 天边的红霞 向晚的微风 头上飞过的龟巢的鸟儿 都是他们的好友 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 会成了一幅 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 秋天到了 红枝娘 既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 月鸣人静的夜里 他们便唱起歌来 支支支支啊 支支支支啊 那歌声真好听 再过催眠曲 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 甜甜蜜蜜的进入梦乡 乡下人家 不论什么时候 不论什么季节 都有一道独特 迷人的风景 优优独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